谍影《重重2》 伯恩的霸权斜杠神鬼认证 神鬼怡云英语 The Born Supremacy 是一部2004年美德国合拍的动作谍报惊悚片 是神鬼认证的续集 改编自劳博 乐德伦的同名小说神鬼怡云 男女主角依然由麦特 戴蒙以及法兰卡 波坦特担当 并外也有奥斯卡提名雄 艾伦 朱利亚 史提尔主演 在这一集中 杰森 伯恩 麦特 戴蒙氏被他过去的记忆阴影所笼罩 关系着绊脚石计划 还有一个中央情报局 中情局 CIA的阴谋 故事剧情 杰森 伯恩自从在巴黎逃出中情局的掌控后 与尼欧玛丽 克鲁兹隐居在印度古阿 杰森 伯恩 在其间始终梦见自己断层记忆中的刺杀对象而无法入睡 开始通过梦境 并用笔记本记下刺杀对象的名字 在德国柏林市 中情局副主管潘密拉 兰迪 在监视一场资料交易任务时 一名俄罗斯安全局的刺客科瑞尔偷偷潜入交易现场 在电源上安装塑胶炸弹 并在其中一个炸弹上留下一枚杰森 伯恩的指纹 在电源消失一瞬间 克瑞尔将两名交易人员射杀 将所有交易的钱与资料全部拿走 造成潘密拉的交易任务失败 克瑞尔将所有取得的钱财与文件交给自己的雇主 俄罗斯是由大亨尤里格列特科夫 尤里随后命令克瑞尔前去古阿 刺杀杰森 伯恩 以解决后患 克瑞尔一到古阿 就用照片问出伯恩的住址 但伯恩却抢先注意到他行迹诡异 立即开吉普车带着马力逃跑 克瑞尔发现追不上 便打出狙击枪 但却未料到伯恩和马力在车中换了位置 导致子弹打中坐在驾驶座的马力 使得吉普车掉进河里 伯恩在水中虽然全力抢救 但发现眼前的爱人马力早已死去 最后只能看着他的遗体慢慢飘向远方 克瑞尔在桥上看着车沉入河底 认定伯恩已死 回到莫斯科后向尤里汇报任务完成 伯恩上岸后 为马力造了墓 决定抓出墓后黑手 为爱人报仇 此时 潘米拉的人马在交易现场采集到指纹 在数据库比对时发现 指纹资料来自于已经关闭的半角石计划 得到局长的批准后 查出指纹属于杰森·伯恩 潘米拉随后翻出半角石计划的所有资料 人员 包括被射杀的主管加利山大 康克林 以及关闭计划的副局长华德·艾利 随后汇集这次失败交易与杰森·伯恩的联系 发现中情局七年前有一笔二千万资金 在运送时失踪 而俄罗斯政客伯拉基米尔·奈斯基向他们透露 是内部人士所为 而奈斯基却在回面前被射杀身亡 这次好不容易采取回奈斯基失踪的文件 交易过程中却还是被人破坏 两者的凶手都是还在训练阶段的杰森·伯恩 伯恩在进入意大利纳布勒斯机场时 故意用自己的护照而被拦下 引来一名美国领事馆的军官审问 军官后来与中情局通话后 了解到伯恩是通缉犯 刚要举起手枪时 伯恩在同一时间抢先将军官打婚 也在他的手机里加装晶片窃听器 偷走了他的汽车 军官醒来后向潘米拉报告 潘米拉只能对他透露关于柏林的暗杀行动 而一切也被伯恩利用窃听器间停导 潘米拉随后坐飞机前往柏林查案 但在走前召来了康克林的秘书丹尼 佐恩以及绊脚石计划的女联络员 尼基·塔森斯 伯恩到达德国慕尼黑 去找记忆中绊脚石计划的一名人员贾达 贾达说 康克林已在两年前就被射杀 趁伯恩不注意时 企图袭击他 而伯恩利用电线将贾达热死 在离开前将贾达的房子炸毁 伯恩随后利用电话 知道了潘米拉等人住的酒店 跟随潘米拉来到佛黎坟部 而伯恩在坟部的对面大楼顶楼 利用狙击枪进行观望 也亲自打电话给潘米拉 伯恩对潘米拉说明 打算过去 但却命令在办公室的尼基 过去跟他会面 尼基随后在伯恩的命令下 进入抗议人群 伯恩也在人群中带走尼基 也对他表明了玛丽的死 原本打算问出关于俄罗斯政客的事情后 就处决他 但却无法下手 尼基随后被华德的人搭救 而伯恩安然逃离 潘米拉也决定 将伯恩列入德国柏林的通缉令 当晚 伯恩来到图书馆 查找所有 关于赖斯基的案件资料 在报道上得知 他的死亡地点 为贝瑞克酒店 此时 丹尼带着华德来到交易现场的电源区 向他表明 伯恩可能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但华德却一刀捅死了丹尼 伯恩来到德国 贝瑞克酒店的645号房 也是当初自己杀死奈斯基夫妇的房间 但酒店工作人员从通缉令上认出伯恩 呼叫了德国联邦警察 伯恩经过大批警察的追捕后逃跑 汉密拉在房间查看后 发现这是奈斯基夫妇的死亡地点 得知丹尼 佐恩的尸体被找到 决定重启谋杀案的调查 华德回到酒店后 打电话给和自己合作的尤里 尤里在电话中决定 终止两者合作 将电话挂掉 华德在恐慌下 发现伯恩已经来到身后 于是对伯恩供出 自己在七年前 帮助尤里偷走中情局的二千万 而从中得利 但却因为奈斯基的透露 而命令康克林将他解决 到了今日 奈斯基的文件再度被发现 文件中也有对自己不利的资料 于是只能再度与尤里合作 华德表明玛丽的死是意外 但也将她的死全部怪碎到博恩身上 博恩在气氛之下掏枪 思考了一下后说 玛丽不会希望我这么做 这是你唯一还活着的原因 博恩离开后 华德在潘米拉赶回来时 宣称自己是个爱国者 而且不后悔 最后举枪 畏罪自杀 博恩将华德的犯罪 招供录音对话 寄给潘米拉 随后坐火车 前往莫斯科 而刺客科瑞尔在游里的通告下 发现博恩还活着 也得到博恩已来到莫斯科的情报 而前去暗杀 科瑞尔跟随博恩 开车追赶 但两人的汽车 却在隧道里遭遇车祸 博恩逃出汽车后 发现科瑞尔已 头破血流 困在车中 原本有机会可以杀她 为玛丽报仇 但却没有开枪 博恩来到奈斯基的家中 见到了奈斯基的女儿爱琳娜 奈斯基向她表明自己 杀死了她的父母 也对她说 当你所爱的人被夺走时 你就会去寻找真相 博恩向她表示 自己的歉意后离开 另一边 由于潘米拉提供的证据 由里被逮捕 奈斯基夫妇的谋杀案 也正式结案 六星期后 博恩来到美国纽约市 和潘米拉打了电话 潘米拉为了华德的犯罪证据 辞贷向她致谢 以向她为博临的事情致歉 原本博恩要挂电话 但潘米拉却告诉博恩 她的本名叫大卫 维伯 出生于1971年4月15日 潘米拉试图邀请她 前来会谈 但博恩却对她说 你该休息了 你看起来很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